毕竟议员是年轻比勇敢多了 我心里有想先想讲的话 就是你讲了 那我就这样说 意思是说心理 我看委员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知道光是那个 你看我们看到从丰园 台中彰化然后嘉玉做那个高架 是什么道理嘛对不对 敢说而已 我才没说 然后他去做台园 有一阵子你不见了嘛 去台园然后去学大学里面 当副校长还校长对不对 做得有声有色嘛对不对 然后你的学历绝对是赢他们太多了 OK 所以我们这个是在想说 其实我一直在担心的就是说 那揭臂的部分 那很可能这个中间选民 潜率选难会比较高兴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会挖是挖到 这个赖小林委员的票 我是这样认为啦 如果是传统的这边的 你说我们希望你去拉胜率的事 其实我怀疑这些传统立营支持者 他们道德良心已经会忽然醒来吗 我是怀疑所以你知道 但是因为这个政党出来选择 大家都有这样的权利啊 然后政党之间要如何的合纵联衡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啦 所以我只是这样讲说 你知道我是很烦烈的说 你要去挖这些人 挖不过来啦 这边中间的人会挖到白色力量 或者是张三郑的票啦 这样的时候是什么 等于你知道 我绝对没有资格跟你谈判到事好吗 这个是让选民大家来决定啦 是委员回答之前 刚好我们有一个网友叫乌晨 他也想要再问一下 他说委员你参选后 一定会被抹黑抹红 发动网军带风向 可能会被逼到无法阐述政界 面对这样的状况打算怎么做 好那综合我们刚刚几位来宾的发问 我们请委员一起帮我们回答 对我想如果大家知道说 我在党内并没有派系 所以我就不会脸三搞七 脸三搞八都不会 所以就是我都比较独来独往 大概我的性格 我认为做事情比较重要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我们要面对很多压力 但是面对压力不是今天才有 以前我们去重振的时候 去火车站睡七天 这种天气睡七天 你们认为要不要互出 不要讲说后面会被抓被打 那都不要讲 就讲这样就好 我们知道说一路走来 像这个喜信良在土城事件的时候 我去伸眼 我是五个警察抓起来打我 我的背部整个受伤 受伤了一个多月以后才慢慢不痛 只要刮风下雨还是有感觉 所以你就知道讲说 如果你的目标清楚 你在过程之中你会受到很多打击 我们现在就认了嘛 就认了嘛 我们就先问自己说 我们问心无愧啦 查水表就多查一点没有关系啦 我在讲说当然有任何的弊案 我们只要有证据 你大家放心我一定拿出来 一定拿出来打 但是没有证据 你叫我说你怎么去借做一下 不会 所以你看到之前不是在这里吗 你就要说那个郑保金啊 就是前几那中华大学抄袭的对不对 你还问我对不对 昨天不是新闻出来吗 那个小微医院不是出来讲吗 说他们过程怎么找怎么找 从来没有民进党的人 他们怎么去比对 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不是还我清白了吗 所以我现在讲说 其实做事情我们就问 有没有对得自己的良心啊 就是说我们要仰不愧以天 虎不作以人啊 我们要用坦荡荡的心怀去从政 那么才不会晚上睡不着觉 半裂怕警察来搜查 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放心只要做的 我们就让桃园变成台湾的焦点 更重要的是什么 桃园在1977年发生了中立事件 让桃园变成花光花亮 前台湾的民主政治花光花亮 我们希望这一次我们跟显民一起 让桃园再次成为民主的桃园 让桃园能够在台湾花光花亮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政策 不是只有在桃园做 前台湾都来学习 这是我很有信心的 你看那个减性水 我做了以后统一书跑 夜市添加为单为钱通通写 我的四角形瓶子大家写 减性水大家写 那为什么就是用好 提供好的产品给我们的人民 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们想看看国营事业 从亏钱到赚钱那个多难啊 我去的时候 因为把台湾缩成台湾 把台湾缩成台湾 人家就骂我 说当时你的桃园变不清 做台湾很快就会倒了 我做完之后 我去的时候 严公围着不让我进去 说你来酬庸的啦 糖跟盐都搞不清楚 我走的时候 一样围着不让我出来 我要出来大家痛哭流涕 记者问他说 为什么要痛哭流涕 因为拿到16个月年终奖金 说财神也走啦 可是刚刚我们两位来宾在问说 那有没有可能把之前 这个郑文燦市长里面 也许有一些 存在猫腻的部分可以揭露吗 放心这个只要是有证据 我们就一定揭露 放心这个这一点 我们是做得到的 在选举过程中就会哪 如果说我不敢去处理的话 就表示我已经违反我自己的核心里面 青年勤政爱相同 就没有青年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要认为 对了我们就全力以赴 只要认为该做的事情 我们就全力去做 这样才能够真正造福人民 毕竟我是穷人家的小孩子 我们家16个兄弟姐妹 一个妈妈生了 你不要问我几个妈妈 一个妈妈 16个 所以我们从以前就开始 就是半工半读 完成成大学研究所 博士班都这样一路走来 所以我们就知道 怎么去帮助穷苦的人家 社会进步 不是让有钱人赚更多的钱 而是怎么样 让我们的穷人得到更多的照顾 要怎么样让他们过好日子 让他们不要过得这么辛苦 这是现在有为政府要做的事情 那有次再问说 你会觉得自己现在可能形同 像民进党或绿营版的 这个罗志强的角色呢 我看不太不一样吧 罗志强也不敢去反抗 我想我们现在像这次选举 我一直定位在说 这次的选举就是站在品格 品格 诚信 还有勇敢 这三个方面 勇敢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义无反顾往前走 即使再大的压力来 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 我看到里面留言区很多人说 保清哥不要一直在讲以前的事情 民进党听得很腻 当然我觉得怀旧也是一种打法 但是其实大家低估了保清兄的能力 你知道郑保清还是 如果我记得没错 好像还是电竞协会理事长 电竞协会理事长 他是有很多年轻族群票的 因为这些台湾第一个电竞协会 就是从郑保清手上 把这些网咖什么 把它升格化 然后办很多活动 保清兄我讲的对不对 你对年轻族群的票有没有信心 而且第一个是把电竞 以前甚至以教育部都反对 我们把它变成比赛项目 变成运动项目 可以比照奥运 拿奖金 拿奖牌 年轻票你们进行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次来年轻人很多 这个都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而且这年轻人也有智慧 提出来问题都切中焦点 所以我在想说 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往前走 那么现在就是刚好 在那个转换的焦点 就在一个转角上面 所以我们点燃了这个 保留了这个火种 点燃了这个火把 我相信很快台湾的车 再做更大幅的往前走 我两个问题 那当然那个委员不见得要答复 但是可以先在心里酝酿 就未来肯定有一天也是要答复这个问题的 就是呢 第一个因为您刚才说呢 如果这个郑文燦有相关证据的话 您一定也都会出动 然后呢那个绝对不会放纵 那请问您过去在桃园这么久的时间 您有没有听闻郑文燦在地 然后或者不分蓝绿在地 那有没有一些猫腻有鬼或者非法 或者呢它是属于合法边缘 但是有为道德的事件 有合法但有为道德有为常理 这些事件第一请教 您有没有听闻过 那您不用现在回答 这个我们又不是辩论什么 但是未来肯定是会有人会接着问 因为您说有证据就会动 那现在可能没有证据 那第二呢就是因为 当然了很多的政坛前辈都会对民主 对老百姓有各种的热忱跟理念 但是呢经过了这两年啊 像我个人对于蓝绿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就是你如果不敢批评 陈时中防疫失败 或者如果在防疫当中啊 没有什么相关的作为的话 然后说爱人民 在我看那就耍流氓 我觉得民进党很多人 为什么在我看来很可恶 就是在疫情期间呢 就很明显陈时中防疫失败 已经挡着郭台铭的BNT疫苗 这是铁针针的事实 民进党陈时中挡住了 郭台铭捐BNT党实际的疫苗 那这件事情怎么看 就是这个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所以我现在看到每一次 很多民进党然后他就握手去败票 都觉得怎么会有脸呢 就当初陈时中在挡疫苗的时候 或者他采购疫苗不够积极的时候 你们也没出来讲过什么话 就全部都附和啊 所以这两件事情的态度 可能未来其他媒体 或者到时候证件发表会 也会有人其他人要去问 郑委员的态度 委员可以准备一下 嗯 最后两分钟时间 我们请委员帮我们来评论 好 其实就讲这个就是 我们知道就是财务管理嘛 我们知道很多人啊 把国家的财务乱花嘛 哪里有说做公关会三年半花掉七亿 就是去买媒体嘛 这个就是说把人民的钱随便花掉 不停的办烟火秀嘛 秀完之后留下什么 所以现在讲说很多人都说 郑文燦要五毛给一块 要五毛给五块 然后大家都不反对 大家都得到好处嘛 但是这个都不是为政之道 为政之道不是要讨好选民 要怎么样把事情做好更重要 大家今天到报告啊 现在要来开Turbo拼进月数了 就靠你们动动手指冲一波 属于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补课 彩簧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